各位同學 那今天我來講這個題目 今天這是一個新開的課程 那這個題目是 人工智慧在消化道癌症診斷之研究 各位是一年級 那這個我講的可能會 比較偏向四川科一點 大家聽不懂的話可以答問題 為什麼 那我們這個課程是20分結束 那原則上考試就是以general為止 因為這個擺的比較新的東西 然後比較偏專科一點 好那個 大家如果說 像各位都是很新生代 應該對這個概念都很清楚 就是最近 AI是非常流行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最主要是因為 最近一些演算法的進展 還有電腦硬體的進展 應該知道 那 那我們這個 AI是一個非常大的範圍的題目 那AI就是大概 來看指出一個電腦的一個技術 來解釋一些問題 比如說模擬 那所謂的machine learning 就是機器學習 那他有一個學習 那learning的話 他是比較用心的一個 算的方式 那這裡有一個 稱叫做一個神經網 那為什麼叫deep 因為可能就是多層 一個多層的神經網 是我們就叫做生理 那概念是這樣 那 AI是一個general的講 那裡面就 伴蟲 那大家都知道應該就是這個 那最近非常夯的一個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 就是我們最近很多問題可以 新的方式可以去解決 那事實上這個 所謂的神經網路 應該是很早就不會被提 那只是最近能夠被實現 其實 可以看到最近特斯拉 股票一直上升 主要是因為他 也是因為搭乘了這個 他運用在車輛上面 就是一個直轄車的 都被實現 那當然還有很多在 音飾上面的應用 和用衛星 測的動作 那醫學方面是我們比較 那其實醫學很多是一些醫學影像 那搭配最近這個AI的進展 可以運用在我們醫學 對一些像一些電腦 像電腦斷層的一些影像的偵測 照的偵測 等等 是一個最近一個非常熱的一個畫面 好 我們剛剛講過 一個machine learning 跟deep learning 那之前所謂的classic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 說我們必須要給他一個 算式 那我們怎麼給他算式 就是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問題 如何被解決 才能夠創造一個算式給他 他才能夠根據這個 算式這個模式去 去解決他的問題 那這樣大家概念很模式 那我們可以把它想出 他就是一個 他其實他就是一個 像回歸就是他的 classic machine learning的一種 回歸 說我們給很多參數進行 他可以算出一個 最 可以做解決的問題的方式 那另外一名叫 supportive equipment machine 如果大家對電腦有興趣 原則上這些都是一個 我們要知道他的模式 要給他一個解決問題 他根據這個 這個方式的話 他可以做一些 寬速的一個回歸的動作 之後就可以 問題 算出來 那 新的方式的話 是所謂的神經網路 神經網路我們必須給他大量的資料 說 簡單的 給他大量的資料 之後 那中間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黑箱 他會自動去做一些 參數的調子 這個我們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麼 他裡面的內容確實有數字 我們想著這個神經網路 為什麼確實有 裡面確實的 很細微的參數是什麼 需要知道 我們只需要給他 進步的電腦 他裡面他會 如果 去training這個model之後 到這個 被training的model 可以應用在其他的人 相同的成因之下 所以是完全是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又怎麼能夠被實現 其實在這個 1950年就被提出來了 2010年其實很早以前的 這個所謂的深度學習 就被提出 其實最早的 最早的 New Network Olevisio New Network 在1980年 但是 大概就之後 慢慢 越來越完整 他最早的概念 可能甚至都可以推到 1943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就有一個 神經網路的一個概念出來 他為什麼最近能夠被實現 為什麼 其實他這個被提出很久 我們要預算需要大的 算的 去把這個 算出來 我們再玩幾條 你玩電動 電動的話 那你電腦的顯示器是哪一種 可是我們不管 反正把電腦賣來就好 不會自己裝電 電腦的顯示器 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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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熱門的是哪個台子 NVIDIA NVIDIA知道了 NVIDIA的比較 對Infinance Bay 他是很誇張的一家公司 那最主要 一個 AI能夠進展 這麼快 其實 有一大部分是要歸功這家公司 因為他的 顯卡的技術 他去做一些突破 我們現在鎖的 AI的運算卡 那 大部分都是這家公司 幾乎已經快要 佔這個市場 所以看他賭票 他就很 衝了 數十倍 所以他之前我們沒辦法算的東西 最近都可以被實施 這主要是因為硬體的進展 其實AI在腸胃科的領域 可以被用在很多種 其實從各種都可以被應用 包括你的所謂的 還有臨床的 還有臨床的一些 對疾病的癒後的預測 那一些基礎的醫學 病理的 像的分辨 還有 重要的進展 就是一個 像CT會 電腦斷層的 一些影像的判斷 還有我們 跟我們腸胃科最有關係的 就是一個內視鏡 內視鏡的探索跟 靜照的偵測 他最近都是非常熱雷的 好 那我們直接從論文的 數目 就知道 如果我們去用AI 來搜尋的話 在 就是AI數量的 上升 在腸胃科 這個 AI的論文 相關的論文 最近也是 衝得很快的 那其實 現在會比較有focus 在內視鏡 這方面的進展 大概就是 專注在某一類的 弄齊 在我們內視鏡上面的 AI的運用 就是我們可以做到 運造的偵測 運造的 運造的範圍 的判定 還有一個 清場 比如說大廠 我們是要清場 大廠的 程度的 判讀 還有我們整個內視鏡品質 很多議題都可以 都可以做 那 說像 我們在內視鏡的品質控管方面的文章 就一堆啊 說要如何去把這個 不清楚的地方 把它標註出來 或者是 或者是把一些 大腸直腸的病造 標誌出來 還有剛剛講過的就是清場 這很多都可以在 很多東西都可以被應用 那有兩個概念就是 剛剛講過它是 曾經 最近很流行 有一個領域是很 很重大的進展 就是一個影像的看 為什麼 因為 比如說像我們傳統的 我們所謂的Full HD的影像 它是1920x1080 這麼多的Pixel 那每個Pixel 它就是有 RGB Channel 加上一個人的 感度這樣 所以它每個 它就 1920x5 1920x1080 再乘以RGB RGB的話 如果是RGB來看的話 就乘以10 所以它的 它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影像的資料 那你要去做運算的話 那我們就需要 超階的 檢考 如果說你要去算它的 在影像來當做Input等 就需要 很快速的 算了 那你要去把這個 判讀的模型 算出來的話 你也需要很快速的 機器 才能夠去把這個 模型去練出來 所以它影像上面的運用是 最近進展 尤其是神經網路 它的最大的重點 就是在判讀 這樣 自駕車 這很重 跟我們腸胃科比較有關係的話 就是在內視鏡方面 它最近也是一個很熱的一個議題 那 我們有兩個概念 就是CADX 就是電腦補助診斷 跟 ADE 就是電腦補助 對不對 尤其在大腸性上面 就是非常熱的一個議題 最近 甚至這方面的一個機器 在國外的上面 有補助醫師 那還有一個就是跟我們四種比較有關 就是一個 firmatory disease的一些判讀 它各方面都可以運用 還有這樣的 其實這是台灣的文章 你想它可以做 做在一個胃癌的範圍的界定 可以使用一些APP 那 我們剛剛講過 IBD是指說 infirmatory bowel disease 發炎性產業 可能是因為自體體面的關係 導致它 到 長期屬於一個發炎的狀態 他們必須要 對這種病做一些分歧 那甚至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腫瘤 會整個這類的病 要做一些腫瘤症 所以它AI就可以運用在 這類的病人上面 這是一個比較細的文章 我想這可能對 這專科醫師會非常有興趣 對你就是太難了 那大家看的就是說 其實它在有一些特殊疾病的運用 現在都是一個非常熱的 可以解決我們臨床 長期的困擾問題 比如說像是 我們剛剛講過IBD就是發炎性產 為什麼這可以運用在這裡 因為 必須要針對這些指令做一些等級的探毒 比較輕微的或比較嚴重的 那你覺得A醫生跟B醫生的探毒會一樣 不會一樣 所以可能只有10個醫生 可能會 可能會有三種不同的答案 那AI就可以 在上面就會有一些著墨的角色 因為我們給機器判讀 它就是一個答案 好類解決醫生之間的分析 將來 它這都是一個很多研究都在這方面 在進行 那我們今天Focus講在大腸鏡上面的CADX 大腸鏡你知道 其實大腸鏡是一個 這個對我們常識學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十大癌症發生人數第一位是什麼 大腸直腸 歐美的 跟歐美的 可以在一起想 所以大腸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它可以做在 上根走幾次 如果十大癌症的 發生率的變化 未來都下來 它衝上去很快就是大腸直腸 剛剛講過 發生人數第一位 為什麼 那為什麼 我們要去把 既然發生人數第一位 有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一些 預防 那是可以的 因為 大腸癌它會需要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變變癌症 大部分 可能從小的時候 越來越大 然後經過幾年之後 它就開始 所以前面有很長的時間 可以讓你介入 小期做了檢查 比如做了大腸鏡 你就可以把一些 前面的線流把它找出來 切掉 你就可以預防它變癌症 所以我們內視鏡的重點是 那也說 那我們人眼看就好 那機器可以幫你嗎 我們就知道很多東西 大部分是 我們剛剛講過要經過幾年之後 它越來越大 那原則就有例外 另外就是說 它當你非常小的時候 它就會沒有 其實很小 可是它也是有 像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是很靠近它看大腸 它是很小 大概差不多半公分 如果說你一晃就晃不掉 那所以 一些目前的一些 像輔助的方式 是可以遇到內視 那當然 這很多使用都突出 讓你看到 有些是平平的 那如果說你比較沒有經驗的一生 可能 像這個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這個 這個也是 就在這裡 它是平 你看到 這邊 所以可能有些醫生 一晃神啊 就放過去了 或是大便太多在哪裡 就看不到 剛剛講過 需要很長時間變惡性 那有些東西 一開始就變惡性 這叫Denoma 所以它不經過Adenoma這個過程 Denoma是 一般大腸癌 那Corental Neoplasm 是大腸直腸癌 是大腸直腸癌 需要講 那大腸直腸癌的話 一般會 分從這個 這個走法 會經過Adenoma Adenoma是指出現的 它是指一個 它經過數年之後 它變成Casinoma Adenoma是指 所以 當你從小的一個 肌肉 小的腺癌 變到癌症 需要好幾年 剛剛講過 可是是有例外 叫Denoma Pathway 一出來就是惡性 所以很小的病障 它就是 它就是癌症 這類就是 這類的話 就是你要是沒看到 它就是 瘋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 所以它可以幫你判讀這個清腸癌 為什麼 當你要清得很乾淨的時候 這些小病造成 被發現 所以它也可以用在這方面 是一般 是一般 不會大量使用 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就是 要把它切掉 它就預防它變惡性 但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使用 現有性 切掉就可以了 切掉就可以了 剛剛講過 是每一種 不是大腸 不是每一種食肉 都是突出爛牌的 有的它就是平平的 那當然這種東西 如果去開刀嗎 沒有 用面試鏡做仔細的評估 跟分析之後 我們大概可以預測它的病因 可以預測它的病因 就是 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這個病因的話 我們就預估它是一個現癌 現癌我們剛剛講過 現癌之後變癌症 那預估它是現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掉 那時候 你就把它拿掉 所以 前面有很長的時間 我們可以做一些介入的動物 你說這麼大一顆 需要處理 也是一樣 我們要先診斷 它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先判讀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是每個看到大種人 都把它找一顆 那要先做一個診斷 那診斷我們內視鏡可以做到什麼 如果它切片然後送病理 寫不去下面看 這已經是過時的作法 沒有新的作法 內視鏡可以直接判讀它到底是 它在決定 特別要內視鏡拿掉 因為我們內視鏡可以處理的就是 就是 還賺錢錢 或者是很早期的 大概就把它移掉 發工費也不一定要太多 好 好 我剛剛講過 我們內視鏡可以做診斷 那為什麼 可以做診斷 因為我們可以做一些 像增強的分析 這樣 大概如果說那個 英文很好的話 可以發現這張slide 就是 這 IEE 我們兩種方式 一種是噴染機上面 切換 切換光源 現在有所謂的內視鏡有特殊光 所以我們可以 對冰照照不同的光 這是一個 十年的技術 像Neral Band Image 在冰照上面照藍光跟綠光 它可以把它的水管掀引出來 可以根據這個血管 來對這個病照做病理的預測 所以我們就可以預測它的病理是什麼 其實像這個 這是照完 我們剛剛講過的Neral Band Image 載拼影像 它的顯像就會變這樣子 然後你說 欸這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不是很小的洗肉 這邊 這是半公分而已 然後這個你說 這麼小的東西 那為什麼看得這麼清楚 因為它被放大 是螢幕被放大 是螢幕被放大 是我們內視鏡直接 可以把影像做局部放大的東西 內視鏡前端它的鏡頭可以 它就可以放大八十倍 就可以看它表面的微 你說這個黑黑是什麼 一條一條 這是它的微血管 剛剛講過 如果特殊光照上去之後 它的血管會被顯示出 那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血管 做病理的預測 像這個的話 我們就預測它是限量 像這個的話 我們就預測它是癌症 它都很準 所以我們不再是 進去做切片送病理 下面看 現在已經不這樣準 但是當場就直接 那 那醫生 厲害的醫生可能診斷很準 不厲害的醫生可能就診斷不大 所以這時候我們剛剛講的 CADX 我們剛剛講過是光學染色 就是照特殊光照上去 那另外一種做法就是 我們噴染劑照上去 沒有所謂的 indigo karma 藍色的色素 我們直接打在病照上 它就會把這個紋路 表面的紋路形容 可以看到這個也是 放大八十倍的影像 可以根據這些不同的影像 來做病理的預測 其實這兩個方式都是相互 相互相互相互 像這個紋路 我們就預測它是一個 hyproplastic 它中文叫做真身型 像遇到這種真身型的洗肉 可以板子不用管它 不是說看到東西就要切掉 就可以板子 就不需要做存置 所以我說看到這種紋路的話 你們就可以預測它是一個 Adenoma 我們這個線的就是一個癌症情 或者是一個癌症 Adenocasinoma 它已經是癌症 是一個長期 像這類的病照就可以做內視鏡切除 內視鏡處理 Soscopy trim 這些就可以 像這個的話 它就是癌化 而且不是很長的癌症 這個時候我們就建議做 外科建議它開頭 外科開頭之前 它就會乖乖 外科就乖乖開了 但不是 它有錢你一定要做 所以這時候就這邊又需要做 切片 切片 你們內視鏡的切片是指說 那個小夾子 去夾一小塊總裁 所以這些全部都要做切片嗎 沒有 這一個才要做切片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 現在有很多AI的技術可以 最主要是因為內視鏡它是一個 狀態的狀態 剛才講過什麼叫做AI 什麼叫做內視鏡的技術 好 那怕大家太無聊 我們直接看 直接看目前 C-5 推出了一個AI的技術 這是大廠 看到它這個放大了一下 放大一下 並造在這裡 右邊這個 它是一個還沒有放大 可是它就是一個大廠 它可以把這個 所有地方標出來 它可以補助你做一些 偵測 這個叫做CADX 右邊這個叫做CADX 對 看到這個病灶 它會直接判讀說它到底是不是一個 有問題 這個機器判讀它是有問題的 這也有寫New Plastic 因為它是指說它就是 線流那一類的 將來可能會變成 它就會即時告訴你 它偵測到這個東西 告訴你 所以它可以做一個診斷 它這邊可以做個真實 所以運用在大廠面上面就可以 好 那剛剛那個東西他們是用 現在比較新的技術在做生鏡 我還沒上市 所以它用的層面 在面試鏡上面來講是進展這樣 好 那這個 其實啊 內視鏡補助診斷 已經在上面 其實很早很早以前就有 在做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做 看到這篇文章它在 在 大概十年前 就在做這個 剛剛講過 這是大腸鏡的影像 上天它局部放大80倍 上面來的是它噴射樹上面 所以根據這些 這些 被處理過的影像 它可以去預測說這些東西到底 是它病理整 它之前的話 全境網路沒有那麼發達 它就必須要做一個 方式可以處理 比如說它算它這個 你像每一個 裡面的紋路 每一個紋路的粗細啊 它這個長度啊 它去中和運算之後 然後去做一些 是它的病理 就像這個的話 就是所謂的 classic machine 而不是 DEEP 所以很早有講究 那這種影像 那這種影像就是 confort code 類似的那種 那什麼是confort 以前啊 就有會把那個 顯微鏡的探索 放在內視鏡裡面 內視鏡的walking圈裡面 內視鏡有個小 可以把器械的探索 分到 那經過這的話 我們可以把一些顯微鏡 很細的顯微鏡 可以看到它這個 ASMI close 這顯微鏡給 在做這個 你也知道 那這樣分得清楚嗎 那它的文章是說 它分得是可以分 可以把它分出來 可以預測這個病照的 可是大家想一想 這個 第一個 它第一個大門 你要叫醫生探討 除非醫生很有經驗 來探討這個領袖 第二點就是 ASMI多 voco 這個機器 一定很貴 我們不可能每天 就看到病照就開始噴 那個探討拿出來 然後探討內視鏡 所以在那邊 慢躲 而且你想想看 它這個超高放大倍率 超高放大倍率 我們內視鏡會不會晃 就算你很穩不會晃 病也會呼吸 它會有心跳 你要怎麼樣去控制它 那個完全穩定不會動的畫面 其實這個就是很浪費時間 這樣這個又貴 就是泥銅上通的不可行 它有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都展 很多很先進的技術 可是你要評估這個 到底能不能再靈活 那又是另外一個 那都很有趣的東西 那像這個畫 那就是一個 好年齁 我們內視鏡可以 可以有螢光染色 直接照螢光上 不同的病照 它會不同形 說比較偏還剩的病照 它形成模式 跟比較正常的年齡 都不一樣 所以根據這個得出來的數據 我們就可以預測它到底是 病理 你說這個 醫生會不會看 結果我也不會看 那有人就會把這些 數值 一些運算 好像這種東西就是所謂的靠 就沒有牽扯到 其實很多 所以我們最近 十年來 大大小小的 這些關於AI的研究都是 那這個的話甚至在裡面 它是一個切片子 我們切片就這麼小 這很小 會經過內視鏡 合起來就可能只有 2mm 寬度而已 它裡面它有一些特殊裝置 可以直接來 加進來 直接當場分析 它裡面可以 射出 dessen induced autophilicin 可以得到一些 工學的數據 所以像這種儀器都很多 可是真的會用在臨床的 會啊 第二個就是 浪費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 引氣改成時間 像我們剛剛講過所謂的MBI 就是這種 那傳統沒有神經網路的時候 那就是使用比較 很大的plastic可信的方式 像這個文章 是 toporovate victim machine 類似 根據這些數據 可以归出那個 再預測 根據這些 它訓練出來的方式 這個也叫做plastic可信 這個類似的文章 我們都跳過 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像這類AI的文章 就是最近幾年都是 如果 當然就是最近跳躍式成長 就是跳躍式的 邁進了一大步 就是 最主要是關公於這個 深度的神經網路的學習 那 再來跟大家講 什麼叫CADX Computer Detection Diagnosis 其實它就是一個分類動作 就分類 因為 那個病照是屬於 真身性實用 還是屬於線流性的 線流的膿 或者是癌症 它可以做分類 照片的分類 另外就是偵測 它可以把 有問題的地方做回歸 然後把它 位置標示出來 這叫做detection 所以像這個概念就可以應用在 我們那個之前大概兩年前做的 其實它這個 概念出來之後 其實在三年前 就是 一出來就是有人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 但這個文章就是要把 做分類 也是做分類動作 因為對我們來講 就是要分 深深型的跟線流性 對於我們剛剛講過 線流性的實用 會可能加到電腦症 那線流性沒有兩倍 可是真身性 有兩倍 真性的實用 實用有兩倍 一個是這個 線流性 就是 真身性的實用 就不含 那線流性的實用 將來等變癌症 這類東西要不含 所以我們必須要 馬上要去切 它到底是什麼 因為真身性的就很用 那 所以它直接就可以被拿來 運用在 大廠面上面 看到東西 看到 我們喜有很常 最常看到 尤其是像0.5公分以下 最常看的 每次70的喜有都是半公分以內 那這些東西要全部拿掉 它不累死 那必須要分辨 那必須要分辨 你先要分辨 那這邊早期的文章 這個 它叫神經網路 可以 深深性貨線 剛剛講過 就像這種影像 我們內視性的影像 去神經網路之後 它最後會 過 Tenning的校正來 可以得到一個模型 得到這個模型的話 它可以開入在其他的照片上 特別分 等於這個照片裡面的影像 深深性貨線 那這個大型的神經網路之後 那它需要被訓練 必須要給它大量的影像 它才能夠去 被訓練很準一點 所以它需要的是資料 那說 那這個model 這種神經網路 都長得一樣 很多種 那當然我們不會自創一種 自創一種太不切實際了 你都會使用別人 現在有各家的 好幾個很有名的神經網路 那我們可以套用別人 別人的網路 別人的 別人的 別人的neural network 套用上去 做為自己 這種方式叫做Transfer Learning 轉移性學習 轉移性學習 一下別人的模型拿來 然後把我們資料直接 靠進去 大量的資料 比如說幾千張的照片 幾萬張的照片 進去做訓練 這就是我們需要 變成我們自己的 這個過程 那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我們不可能自己創造一個model 不可能自己創造一個neural network 就是一切實際 那這是我們之前找的neural network 那我們看到 現在做了一個非常嚴格的限制 就是在 我們只做在擴大 擴大80倍的 加領像上面 一座分類 看起來就是很重 然後二層 然後你下面又要很清醒 那當然幾個月 其實我們在隔一年 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在作爭 那時候看起來效果就 那時候大家起步都差不多了 反正大致是這樣 他可以把這個病罩都空出來 所以他就可以 當然醫生也要仔細看 可是他就可以 可以把這個醫生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 變昏睡啊或者是 沒有 沒有 小心啊 其實現在很多種模型 很多種 我都可以被打來做轉型學習 他在我們 到場地上面有幾個重點 在偵測方面 這個YOLO HSTARCM CAMIT 這都常常被拿來 就是別人已經 設計好的一個 大的一個 他準確度 這是人家發展的 就可以在比較 不同的神經網路 實現在 內視鏡的操作上面的時候 他的準確度是有 人家都把數據做成 這個AP 可以講 我們剛剛講過CADE他的 其實Study 為什麼大家要做這一塊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把那個線油找出來越多 他可以降低癌症的發生率 或者是我們這樣想 理論上是對的 人家很早之前這些文章都已經出來了 就是要你提高所謂的 ADR Adenoma Detection Rate的時候 現油的偵測率的時候 提高上去之後 他的死能率就會下降 所以我們提到ADR是非常重要的 CADE就是很好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能會 我們可能會分析 或者是沒有經驗的醫生 那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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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這些 這些缺失 大力檢查 醫生可能會 每個都看得到嗎 會 有人報告說 醫生思慮會在哪 會有多少沒有看到 20%的使用看不到 20% 所以 很多因素 我們可以跳到最後 現在上市的機器有 Altronic Pentex 這些 大廠 我剛講過了 它可以自動偵測 這是我們大腸鏡正常的畫面 有問題要100個偵測 它就可以助你 比如說你測稅 會測稅 會測稅 我們正在做大腸鏡的時候 我們擺字是這樣 這個繼續在這裡 最後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有看到在哪裡嗎 這是線 為什麼你看不到 因為它很平 我們不是所有的石油都凸出來給你看到 有些東西要長得很平 長得越平有時候它會越危險 那這個你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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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用電腦給你看 在哪裡 看到嗎 跟剛剛一樣的 這個 這個 看到嗎 你 你會不會 有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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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 那這在哪裡 電腦判讀看一下 看到了嗎 這裡 對著在哪裡 剛剛你看到那一段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是我們目前 我們的進展到哪裡 國外哪幾家大廠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能做什麼 那當然有些 不是說 什麼都可以吹捧得神話完美 他絕對有缺失 你說像我們的電腦是可以 增加他的ADR就是線流增出率 可是他沒有辦法 把你把每個地方 都看到 因為他沒辦法 幫你把這個 黏膜剝開 我們有些東西長在你的 皺褶的後面 所以醫生還是最重要的角色 如果說你 大行徑隨便亂做 很快插進去 很快打出來 怎麼可能有時間去 檢查每個位置 那你沒有辦法檢查每個位置 那電腦當然就不會到處你 所以重點 你要把每個位置都把顯像出來 電腦才能看得 那有時候你都沒有去 想辦法去把每個位置都顯像出來 每個地方都去看 那你隨便亂看 那電腦只能看到你 電腦看到你 那電腦只能看到你 所以 他的局限性 重點還是在操作 操作的醫生上面 他目前也沒有證據說一個 Demensatum Demensatum 都沒有定義 那目前在這方面的使用 他並不會增加 當然可能因為 數字量不過關 可能他要再跟大規模 還有就是 你說電腦會亂叫 所以他會干擾人生 還有就是 他臨從使用必須要法規的認證 除非說你在做什麼事 像我們醫院我們是在做什麼事 在STUDE 所以 可以用 那你沒有IRP的否則 沒有臨從使用 只會他拿到許否則 會許許 好我再講到這裡 有沒有 實際上就讓大家有個概念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 現在這些東西可以被做 那這主要是因為科技的進展 還有 公司進展非常尊敬 所以 所有東西都能夠被實現 好沒有問題我們到這邊下課 所以可以不停下課 由你靠 可以為你 你可別 liv 棄得 你 想像 很可以 不適合 從